老公要做你一點 不然要看起來很大美早上 穿著華麗婚紗擺出甜美笑容 新郎深情款款看著另一半 華麗的水晶燈 浪漫花海 讓人彷彿置身在凡爾賽宮 華麗 浪漫的拍攝婚紗風格正當道 很棒啊 因為不用出國 就可以來到威尼斯這個場景 還滿喜歡的 不要再吹冷氣 然後又不用到外面曬太陽 這把它打造成一個 比較浪漫的國度 然後義大利水都的崩維 藝人周杰倫這場古堡婚禮 限殺不少即將步入禮堂的新人 可是要到歐洲辦婚禮或是拍婚紗 一個人旅費6萬起跳 加上婚紗 造型 攝影等費用 一趟下來沒有15萬以上 根本無法搞定 由國內婚紗業者 利用500坪的挑高空間 營造出歐式浪漫風 不管你是想要巴洛克市的 華麗風格 還是水都威尼斯的風情 一個轉角就可以讓你 完成所有的婚紗照 讓你不用出國也可以拍出 異國風情的婚紗 有沒有覺得這場景彷彿似成相識 韓劇燈道 把來自欣欣的你都敏郡書房 打造成了婚社場景 也相當受到新人的喜愛 拍起來就覺得自己很像女主角 之後在這邊拍的 生肉奇景 對 王子跟公主這樣 像這夢幻玫瑰花牆 讓新人拍攝時就像在拍雜誌封面 純白的鋼琴 也是百拍不厭必備的一景 婚下業者為了滿足新人 一生一次當最美新娘的期待 斥資千萬也在所不惜 而業績順勢成長兩三成 也唯有不斷順應潮流 更新拍攝場景 才能博得新人的青睞 挑片不手軟 記者陳茵瑩 陳古明 高雄採訪報導